大家好, 今天為大家開箱Elephant SP-001 它是一個立體聲的喇叭 上面有行貨一年保用的貼紙, 有代理箱的名稱 再看看盒子的四周 這邊有喇叭的相片, 寫著 Amazing Sound 很好的音質 就是在旁邊看到 Hyper Bass System 它是一個被動式的低音系統 另外有自家的Amplifier, 自家的放大器 可以減低一些電流聲 USB供電 另外它也著名了這個喇叭的大小 聲音是比較好的 看了這麼多好處 究竟是真是假 待會我們和大家實測一下 再看看規格 左右各3.5火的輸出 而這個頻率響應是由120Hz至20kHz 1.5吋4Ω的單元 5V USB 供電電壓 好, 最後就是大小和重量 它重量也有1.1kg 比較有重手的 現在進行開箱 包裝非常之簡單直接 直接把一對喇叭抽出來 底下就已經沒事了 新打開的時候 膠袋是完全封密了喇叭 現在我已經拿過出來 最後線也是給膠袋包住 用一條很簡單的鐵線包住 有一個USB的接口 和一個3.5mm的接口 而喇叭的側邊 就看到這個Base Expansion System 就是一個被動式的低音系統 每個喇叭的左右各有一塊震膜 當喇叭發聲的時候 就會震動到這兩塊膜 產生低音 而前面就是一個金屬網 看起來有點像 比較貴的喇叭的布網 但其實只是金屬網 而金屬網底下 我們就看到1.5吋的單元 不算很大 但對於電腦喇叭 又或者手機用的喇叭 用一個行動充電器來供電 另外把3.5mm的插頭 插進我這部Player 由於現在很多手機都沒有了3.5mm的插頭 所以如果要用手機來接駁這個喇叭 就要買一個轉換器 現在和大家試一試 主要是找回到電腦的電腦 沒有版權的音樂來播放 後面有這個音量的控制 可以領大聲或者小聲的 我們在看中間 就是我們在看中間 除此電腦 我們在看中間 有個頭的電腦 可以領大聲 會不會讓你下小聲 可以領大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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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看中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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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